这条蛇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它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红眼树蛙妈妈正在看护 还未出生的宝宝们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 宝宝们正在卵里健康成长 猫眼蛇的急不可耐 让树蛙妈妈很快感知到危险正在逼近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它必须把猫眼蛇引开 红眼树蛙尽管不会飞 可是这一跳的距离 足足是它身体长度的失败 可红眼树蛙这招并没有误导猫眼蛇 它干脆放弃了追踪树蛙妈妈 而把目光转向了还在孵化中的宝宝们 它以最快的速度爬到蝌蚪宝宝们身边 当这条有点选择恐惧症的猫眼蛇 还没拿定主意先吃哪个蝌蚪宝宝时 它的舌头和身体的颤动 就触发了蝌蚪宝宝们的报警系统 冲破卵拿 开始一场集体大逃亡 蝌蚪宝宝们如雨滴般在树叶间掉落 最终来到下方的水池中 开始了生命的新城城 毛眼蛇控欢喜一场 是吃到了几只小蝌蚪